尊敬的高建阁下 尊敬的李廷克里斯光布阁下 汉胜舟阁下 尊敬的邱国宏大使 昌陵安正大使 肖仓赫夫大使阁下 尊敬的杨厚兰秘书长阁下 亲爱的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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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很高兴在春南华课的4月 来到美丽的书尔 参加2017年中日韩合作论团 请允许我对本次论团的召开 表示祝贺 对中日韩合作秘书处 为筹备本次会议 所做的大量工作 标识感谢 古话说 百万买窄千万买零 中日韩世代毕临而居 文化交流远远流长 三国作为东南亚地区的主要经济体 人口总数占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 经济重量占全世界的五分之一 亚洲的十分之九 是亚洲乃至世界警局的火车头和发动机 合作前例巨大 三国合作启动于1999年 十八年来 在三方共同努力下 中日韩合作已经形成了 以领导人会议 八个东 为核心 以二十一国部长级会议局制 以及有关高官会和工作会议 为支撑的全防卫合作框架 成为邓亚合作当中 机制化冲突最高的平台之一 为地球一体化进程注入了强劲的功能 同时 中日韩合作并非一帆风顺 自2012年以来 由于正所周知的原因 合作进程受到干扰 势头有所坚弱 2015年11月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时隔三年在首尔称奇 城市合作发展势头 在去年以来 冤定决定的第七次领导人会议 因故推迟 三国合作再次出现波折 因此本市会议 将主题设定为面临新挑战 加强三国合作 可谓 加坚强三国合作 第二国合作的未来 我个人 坚信也喜欢 美国一位诗人 叫Long Fellow的梁汉诗 意思就是 我们共同努力 让每一个明天 都比今天更美好 他的愿望是 Let each tomorrow be better than today 同时 我还坚信 我们各国人民 都是伟大的人民 智慧的人民 人民 是历史创造的 创造历史的动力 是真正的英雄 人民的眼睛 都是血量的 我个人坚定地相信 习近平主席 去年9月3日 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 所讲的话 那就是他说 正义必胜 和平必胜 人民必胜 关于我们三国合作 所面临的挑战 我个人 衷心地希望 我们有关各方 能够共同努力 在当前比较敏感的行事下 特别的办到行事问题上 我们应该一块加油 一块努力 所以争取用和平谈判的办法 来解决问题 争取至少暂时停止办到任何一方 搞什么核实验 盗档发射 搞什么大规模军事演习和盗档部署 懂得懂 我很高兴 我自己小时候 现在从来退休老头 也还是爱体育 刚才我几位 韩国的日本的老同事老朋友 都提到了奥运会问题 我想借这个机会 也说一句 对两个朋友相用的话 比如说 我是一个小时候 上中学的时候 是一个足球迷 可是我也知道 中国男子足球队成绩不够理想 但是我也永远难忘 中国男子足球队 在国际比赛当中 最好的成绩 是在韩国的釜山创造的 多少年前 我也不能忘记 当时中国男子足球队 创造了他自己历史上最好的成绩 部分原因是 韩国的观众 特别是福山的球迷 在比赛的时候 都给中国男子足球队 鼓掌加油 我们永远感谢 我个人永远感谢韩国 特别是福山的球迷 还有 中国体育成绩比较好的 是中国的女子派球队 哎呀 想到中国女排的成绩 我也难忘 中国女排最早的成绩 就是日本教练 他也做了很多的贡献 还有 我个人 在退休之前 也曾经担任过 亚洲运动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副团长 那次也和亚洲的朋友 特别是韩国 和日本的运动员 交了好多朋友 所以我也希望 在各种体育比赛场合 包括奥运会 夏季奥运会 冬季奥运会在内 我们三国的青年人 能和世界其他各国的青年人一样 一起在运动场上 友好的比赛 来共同 提高 我们三国人民 和全世界人民的健康水平 共好的维护和平 我们的运动场 我们的运动会 定应该是 为这些好的事业 来服务的 而不要把它们变成 灵魂的 目的的应徒 尤其不要变成 对和平不利的应徒 这是我个人的 听到两位朋友提到奥运会 想起来的事 谢谢前面两位发言党 和其他发言党 对我的提示 那么关于 我们三国合作 面临的挑战 我个人有录下一些看法 所以说供大家参考 第一 双边关系 是我们三国合作的基础 当下 由于正正原因 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 在低位徘徊 给合作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三国合作 启动之间走过的 18个春秋里 这并非第一次 合作经历的坎坷 曲折 给我们带来的一个 正要歧视是 只有处理好 相互之间的双边关系 我们才能促进 三国合作的健康 稳定发展 第二 由于历史问题 冷战一流的问题 和域外大国的因素 的多层影响 中日和之间 政治互信相对不足 与经济 社会等方面的合作相比 这始终是一块短板 这在很大冲突上 制约了三国合作的拓展 和深化 第三 当前世界警局低迷的态势 仍在延续 主要警局提 政策走向 和外议效应变数较大 值得警惕的是 逆选拒化思潮 和保护主义抬头 舵边贸易体制 面临挑战 给中日韩的发展 和合作 带来了影响 尊敬的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国际和 狮子会的创始人 Juan Henry Dunant 曾经说过 真正的敌人 不是我们的邻国 而是饥饿 贫禽 物质 迷信 和 偏见 中日韩合作 启动18年来 经济联系 日益神话 认为交流 共加密切 三国合作 助力了 各自的发展 以为维护 登亚和平稳定 促进地区繁荣 做出了积极贡献 面对新的挑战 我们应当 以更加强烈的 责任感 和实命感 加强中日韩 三国合作 为三国人民 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为登亚 经济一体化进程 注入 新的动力 终于早日实现 登亚经济 共同体的 共同目标 为此 我们应当 以 航式双变关系基础 临国之间 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关键是 以何种态度和方式去面对 只有真心做到 一时未见 才能应远卸下历史的包袱 顺应时代潮流 轻装前进 只有平衡地解决 各方安向关系 避免接近 从自身利益出发 采取单方面行动 才能实现 共同安全 避免 谨从自身利益出发 采取单方面行动 特别重要 只有脱上处理 双双变关系中的敏感问题 共同担负其维护地区和平 问题的重要责任 才能把握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 两个轮子 一起转的大方向 确保三国合作 幸运 支援 二 发挥好经贸合作的引擎作用 中日韩合作 启动以来 三国经济融合 不断神化 建设中日韩自贸区 符合我们三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以汇集地区和全世界 是一件狐狸供应的好事 当前 三国自贸区协定 刚刚结束 第十二轮谈判 我们应该抓紧工作 加快谈判进程 还用卸手努力 加快推进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的谈判 是中日韩自贸区 和RCEP相互促进 共同迈向亚太自贸区的 衡卫目标 委屈于经济融合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 三 拓展新的合作领域 中日韩经济 都面临加快转型升级的 共同需求 我们应积极拓展 信心领域的合作 增强经济增长的活力 和后劲 我们可以东南亚地区 为重要方向 发挥格子优势 开展国际才能合作 近十年来 互联网经济 在中国 创造了增长传奇 带动了国内制造业 和服务业发展 我们三国可以围绕互联网经济 跨境电商东南云 开展合作 为人民带来共多 共好 共便捷的商品和服务 四 共同推进 东亚区域合作 中日韩 同为 东盟的 政要合作伙伴 也是东亚区域合作 各机制的 政要成员 今天 是东盟 与中日韩 的所谓 十加三合作 开启二十周年 我们要以此为契机 探讨制定 东亚经济共同体蓝图 争取入期完成建设 东亚经济共同体的目标 要加强在十加三 东盟峰会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区域 获得机制下的协调配合 共同为区域经济一体化 和构建 亚洲命运共同体 作出积极贡献 五 密切民众感情的牛带 我们要顺应三国人民的 共同意愿 继续扩大 在教育 媒体 体育 宗教 地方 青少年 等领域的人文交流 与合作 办好亚洲校园 东亚文化制度 三国思想库洛网等重点项目 助劳 三国友好的社会基础 为三国合作提供强大的民意支撑 三国合作 三国合作秘书处 是中日韩合作的重要重国 秘书处 成立以来 在历任秘书长领导下 包括现任的 我的年轻同事 后兰阁下的领导下 他们为三国合作 做出了重要的努力 在行众支持 研究规划 和对外宣传方面 都为推动三国合作 做出了宝贵贡献 值得充分肯定 我们三方 用加大对秘书处的投入 积极研究 成立中日韩 合作基金等重要倡议 为深化合作 提高 共多 共有力的支持 尊敬的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杯壳蒸馏 奋济着先 中日韩合作的风帆 造意扬起 合作 仍有光贸的空间 只有精诚合作 携手共进 才能共予发展道路上的 艰难限足 共创登亚 亚洲 乃至世界的持久繁荣 在座各位 都是三国合作的参与者和亲力者 三国合作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希望我们 都继续关心三国合作 在本次论坛上 长所欲言 快乐地 参加交流 县计县策 继续光益 共同为推进 中日韩合作 作出重要贡献 谢谢各位 多么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